前往位在新竹县 五丰香的游螺山 上山前别忘了 在最后一家便利商店用洗手间 走竹六十三线道 插路取左 进入螺山 山木保护生态区 临到狭窄不易会车 大车禁止通行 抵达第一登山口 镜头已停满车辆 假日来此要趁早 我们要从较难走的第二登山口起登 绕欧行回到第一登山口 越过管制扎门 先走两公里 这段路是全程视野展望最佳的路线 沿途有防火灵 陆续经过两处取水点 还能看见清楚的五指山联峰 接到柳山林代表第二登山口就要到了 游罗山是一座拥有大片柳山美景的中极山 高耸碧天的森林 山林街回荡着清脆的鸟鸣声 山径整情清新 走起来很舒服 经过前段平缓山径开始抖上 回望迷人的森林美景稍作喘息 转头又得面对一连串抖上 还好有拉伸辅助 进入棱线 前面出现一大片竹林混杂 代表附近曾经有部落 有许多姿态优美的大树 还有山腔叫声回荡 发现在高台山认识的长叶木江子 碑状虫影 和西子绝 出现一片壮观的岩层 继续上行 这里的山木 往山壁向阳处生长 形成一排整齐向上蜿蜒的奇特景观 最后一段抖上 最后一段抖上 右方是往第一登山口的岩路 先取左至三角点 由罗山标高1764公尺 有一颗二等三角点和一颗森林三角点基石 下山举左回第一登山口 沿岩县下山有几处观景点 可以眺望大坝尖山和东坝尖山 路中央有棵横向生长的大树 下山有段平缓的柳山林 走起来很轻松畅快 不过仍有几段吃力的抖下坡要克服 回到登山口还有九十分钟 速度快的话一个小时便可以抵达 经过木炭窑遗迹 这棵树有山有称为贵妃椅 进入巨石区 进入巨石区 对面的藤蔓森林 令人忍不住驻足欣赏 这段抖下在密林内 湿气重 加上青苔湿滑 不得不放慢脚步 进入巨石区 云教森林 永远 此行总共花费六小时 终于回到第一灯山口 结束行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